延續之前的課程 密行音階 現在要繼續進行密行音階 在彈奏各種不同調的時候怎麼應用 我們之前的練習 密行音階的數字1 是對著1 第6弦的第7格 對不起,是第5弦的第7格 ABCDE的E 彈起來是這樣子 整個音階的完整的音是這樣 那這個是密行音階在E大調的時候的位置 由於它的數字6對著這個音是降低 你也可以說它是降低小調 現在我們把這個音階移到不同的位置 例如數字1對著D這個音 就是第5弦的第5格 這時候這個音階會變成D大調 我來彈一下D大調的密行音階的位置 你可以知道密行音階可以彈各種不同的調 你可以知道密行音階可以彈各種不同的調 那降1在這個位置 那降1在這個位置 也就是第5弦的第6格 所以如果我要用密行音階 來彈奏降1大調的音階 會變成在 數字1會對著這個位置 對著我小指現在按的 第5弦的第6格 整個音階彈起來是這樣 一般來說 在講密行音階的時候 都會把密行音階放在C大調的位置 也就是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我現在終止按的這個 第5弦的第3格 這個音是C 當數字1在這邊的時候 會注意 整個密行音階裡面 有很多的音 都會落在開放弦 這個位置 也會一般說空弦 所以我原本彈的數字1在這邊 從這裡開始彈的話 音階會變成 數字2的這個音 會變成第4弦的開放弦 在這邊 彈肉了 再一次 所以有的人會誤以為 密行音階就一定是在這個位置 然後有很多開放弦 這個位置是數字3 4 5 6 7 1 2 3 4 這樣推的 其實不是 密行音階是一整個形狀 一個相對的位置 這個概念是可以被移動的 所以在這個位置是C大調的 密行音階 但是它可以移到不同的位置 就代表 不同的大調 當然 我們知道數字6 套用前一堂課的 密行音階的說法 數字6現在 在C大調的時候 數字6的位置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 第5弦的開放弦 這個音是A 所以C大調的密行音階 同時也是A小調的密行音階 這個概念如果不清楚的話 可以回去看我之前的那個 密行音階的介紹影片 好 現在我要繼續延伸 講到這裡你應該已經有一個觀念了 就是 不同位置的密行音階 代表不同的大調 或者不同的小調 我們來回憶一下 你的小學的音樂課也許有講過一個曲子 那個 在課本裡面的名稱叫什麼 好像是什麼烏鴉 老烏鴉吧 那其實它是巴哈的一個 叫做G大調小部舞曲 我們現在來彈彈看 G大調的位置 我現在小指按的這一個是 第5弦的第10格 這個音是G 我來彈 G大調的M型音階 聽起來是這樣 這個音階裡面數字1 2 3 4 5 這個是 數字5 從5開始彈 整個 巴哈的G大調小部舞曲 聽聽看這個旋律你可能會有印象 ㄟ 彈錯了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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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音是在第五弦的第十格 你會發現每一個音都會有在六線譜上面呈現出來的是哪一條弦的第幾格 這樣背影是沒完沒了的 今天換一個調的話你就要全部重新轉移一次 要重新思考一遍 在六線譜上面你也沒有辦法即時的轉調 所以六線譜是有它的功能沒錯 但是我認為它對應要常常轉調的音樂其實並不是那麼好用 除非你只想要一輩子就只彈這首歌在一個固定的調 就這樣表現沒有轉調的需要的話 這樣背也是無可厚非啦 但是我希望比較靈活的彈法是可以從音階來思考 把你彈的每個音先對應到音階 而不是對應到吉他紙板上面那個絕對的固定的位置 我舉個例子 現在我要把這個原本的G大調小步舞曲把它改成在一大調來彈 所以它不是G大調了 那改成在一大調來彈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這個一 就是在我們剛剛前面有示範的 在第五弦的第七格 整個秘形音階的位置在這邊 我來彈一次整個原本同樣的旋律 現在在一大調來囉 在這兒 elimin的旋律 最喜歡的旋律 在這兒 你知道入口尼律 最喜歡的旋律 坐在這兒 自己在這種旋律 坐在這兒 在這兒 里面浸的旋律 像個一般旋律 和坐在這兒 同樣的我也可以用一樣的咪行音階 把它移動到別的位置 例如現在移動到低大調的位置 所以同樣的旋律現在變成低大調了 但是我彈的是在咪行音階上面的相對位置 所以我可以快速的把這首歌的旋律轉變成任何一種調 再來我試試看彈低大調的一樣的旋律 所以數字五變成在這邊了 一樣的旋律我把它移到降E大調好了 我們剛剛前面說了 現在小指按的這個音是降E 彈起來是這樣 然後再加上C 學會了今天的課 目前整理一下你應該要有這個概念 就是咪行音階 其實包含我們講過的拉行音階 還有很快會講到的各種Doreen Fasola C 各種七種型的音階 它們都是一樣的概念 都是一些音在紙板上面的相對位置 這整組的相對位置是可以移動到各個不同的把位 移動到不同的把位 它們的數字會對著不同的音 例如說有時候對著A B C D E 或者是對著有升降記號的音 就會代表不同的調 所以不同的位置代表不同的調 但是音階的形狀是固定的 這一點要記住 再來就是旋律的特徵 它是在音階上面這些相對音的連接所造成的 那你用紙板上面的絕對位置去記住這些旋律 也不是不行 但是它在調的轉變跟移動上面會帶來一些不方便 所以在演奏的時候最好把你要彈的旋律 以音階為基礎 去思考它在音階上面的相對位置是在哪裡 這樣子你在演奏旋律的時候 後續會有比較多可以靈活變化的空間 加油了各位